1975年,越南实现统一,北日军队攻入南越首都西共,越南北方与南方,统一是1975年,越南南北方统一前,根据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规定,临时分界线是北纬17度,北部是越南民主共和国,南部一是越南人民解放武装力量,后为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政府,一是越纬政权。 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,战胜了法国殖民主义,和日本帝国主义走狗,老大傀儡政权,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。 1945年开始同法殖民军进行了九年的抗法武装斗争。1964年以后,配合越南南方进行抗美救国斗争。 越南南方人民,从1959年起,开展对南越美委集团的武装斗争。 1961年2月,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,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,把南方各地的人民武装单位统一组成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。 由主力部队、地方部队和民兵三部分组成。 1973年1月,美军被迫撤退。南越北政权于1975年被打垮,南北方实现统一。 1976年4月25日,越南全国进行普选,选出统一的越南国会。 7月,越南国会宣布,越南民主共和国,改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。 1990年德国实现统一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,德国战败,被英法美苏四个国家占领。 随着美苏争霸的开始,1948年,美英法占领区合并为联邦德国。 而苏占德国叫做民主德国。 由于两个分裂的国家处于美苏争霸的前线,东西德国又分别属于两大阵营,所以导致两德更难以统一。 尽管如此,东西德人们始终认为他们是同一个国家。 终有一天,他们可以重新统一成为一个国家。 随着冷战的加剧,1961年,民主德国在东西德边境,修筑了一道冰冷的围墙柏林墙。 这使两德人民的神经深深地被刺痛,但大人仍旧告诉他们的孩子, 他们同属一个国家,进入七十年代,他们的关系有所缓解,并在七二年签署基础条约。 两国政府机构正式开始了交往,后又同时加入联合国,就像一对亲兄弟一般,但这并不是德国人民的心愿。 他们要的是统一的德国。 八十年代,两国之间的高速公路被扩建,用来便于贸易的进行。 客观上加深两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交流,两国之间的出入境,也进一步放宽。 只要不是特殊人员,原则上都可以申请入境。 最大的一步还是成立经济共同体,似乎有点不共体的味道。 这也更深层次加深了交流。 1989年,中西德分别提出统一方案,德国的统一已经被放在了桌上。 但统一的关键并不在于东西德,而在于两大阵营。 美国和法国都认为,德国的统一不会在威胁欧洲的安全,所以同意德国的方案。 但是英国却不同意,或许是因为二战耗尽了美国的财富的原因吧。 英国甚至找到了戈尔巴乔夫会谈,劝他阻止德国的统一。 确实,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不吭声,德国永远不会统一。 为了得到苏联的同意,德国对苏联的改革表示大力之援,表示要与其进行经济方面合作。 还给苏联供应了他们最缺的食品物资。 苏联分析了之后,感觉统一的德国对其无害,反而可以缓解苏联的经济问题。 最终,在1990年的10月3日,东西德正式合并。